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而中国大陆实施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 则在面对迈入高龄化及人口结构失调之际 在2015年全面解禁全面二孩政策施资金 能否发挥鼓励的作用 而在相关的婴幼儿的商品销售市场 如何来观察它未来的发展 是否可以乐观预期呢 此外当去年北京传出幼儿园孩童 遭到猥亵杂针这些虐童案的时候 这暴露中国幼教出现哪些隐忧呢 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 时事评论员杨泰鑫来观察探讨 会长欢迎泰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泰鑫你好 泰鑫日前您有前往中国大陆的北京 您在当地也参观了一些购物的商场 或是百货公司 在那边的话 像中国大陆在推行这个悬面二孩这个政策 那您不晓得在这个商场上 有关于儿童或是幼儿这个部分的话 您看到有哪些发展呢 这个一般常试 我一般概念的话都会认为说 因为开放二胎了 所以说幼儿商机就正相关 就正面发展 这可能会无可限量 可是事实上我观察到的 而且跟一些宏观上面的数据 一个现象是事实上生育率 并没有很成功的拉上去 可是事实上幼儿商机还是相当相当惊人的 这简单讲说 他们虽然说生育率没有拉上去 可是事实上他们愿意在这个单一小孩身上 可以投资的教育经费 娱乐经费 事实上是大幅的提升的 所以说事实上是值的提升 而不是量的提升 然后这个上进是惊人到 我自己看了都吓一跳 我们待会也可以拿来跟台湾的一些 拿来做一些比较 他先说的你的观察 其实跟中国大陆官方最近所公布 最新数据是非常吻合的 那么在这个月的中旬 中共国家统计局就公布 在去年全年 中国大陆出生人口数1723万人 这人口出生率是千分之12.43 跟2016年相比是下降的 因为中国大陆在2016年 全国出生人口数量是1789万人 人口出生率是千分之12.95 是下降了一些 并没有好像说全面二孩政策 一公布施行这两年下来 就有这样的效果显现出来 不过我们感到好奇 我们先来看相关业者 怎么样来期待这个商机 或许可以从某些的商品销售 或是专为儿童所设计的 一些消费商机来看 太新跟我们谈一下 你在北京听说看到了一些 你觉得很亚裔的 属于儿童消费的一个场所 我在北京 我们就讲一些比较具体的实力 让大家感受一下 第一个参观就是水利坊 那边有没有大聚在那边 他们有个国家奥体中心 他有委外的商城 那当然跟体育比较相关 所以说也当然跟儿童也比较相关 所以说他那个商城 他在他地下一楼 就会有很多儿童体育的训练项目 相当丰富 那那个商城也相当大 完全都在地下化 完全都地下一楼地下二楼 相当多体育项目 那这个东西 也可以比较顺理成章一点 因为跟体育有相关 让我最诧异的是 我到了九龙山那边 事实上在北京比较偏外围的地方 他新开了一个商城 就在九龙山捷运站旁边而已 开了一个商城 应该是港支的一个商城 也连锁商城 那个商城四层楼 大概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一层单层的面积 单层的面积 大概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吧 搞不好还更大吧 然后那么一整层的面积 全部全部的主题 都是应该说九层都婴幼儿的体验项目 不是贩卖项目 有哪些体验项目 你得举例一下 我讲比较夸张一点 台湾人无法想象 居然在这样子的儿童体验的 楼层里面居然还会有滑雪场的设立 还有蹦蹦床 这个一个地方就是大家跳蹦蹦床 然后还定期举办的市区车 就是那种小型的跑轨道的那种赛车 这样跑在那边跑 这样子的东西各式各样的学习 这样加起来可能有五六十家六七十家都有 还有游泳池的训练 他游泳池不是很大间 是一间小间教你游泳训练的 完全都针对小孩子进行体验 而相对于台湾而言 台湾大部分还是以贩卖为主 贩卖商品为主 而他们都贩卖体验经验小孩子 所以小孩子要学习才艺 要学习潜能开发 就到这个地方就一站就可以构筑了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跟台湾不一样 对你刚刚提到那些比如学习 不管是画画舞蹈之类的 这个你可以到什么教室去 在台湾是这个样子 是很分散的 不过他现在集中在一个梦里头 这是非常特别的 就诚如泰晶你所提到的 一般在台湾的百公司 目前还是一样 就是也有贩卖属于儿童的一些商品 不过呢 大概都是一层楼吧 在台北我知道有一个馆 是专为儿童设计的 但是好像也没有这么的齐全 台湾大概调查 以台中市为例的话 台中最大的星光山越百货公司 还有大圆百货 他们在儿童楼层 关于这儿童体验的 一般就是所谓亲子餐厅 有个让小孩子玩沙玩黏土的 亲子餐厅 或者是说教导小孩子画画的 做积木的 这种东西都有 大概都最多占一层到两层而已 其他都贩卖玩具 贩卖童装 然后还是会贩卖幼教设备 这样子 贩卖商品部分 还是占七层到八层 体验部分最多最多就到两层而已 可是大陆它具体概念 居然是九层 一整 就一整个楼层 有九层都是以体验为主 吸引家长带学龄前儿童 或者说国小一二年级的 幼年级 丁年级学生去那边体验 然后再带动父母亲的消费政概念 是台湾看不到的 没错 那它甚至很夸张 居然还有儿童法郎 这台湾无法想象的 就在那楼层里面 儿童shadow 帮儿童设计法型的 儿童法郎 儿童法郎旁边就 妈妈的眉甲管 小孩子在那边做眉法 那妈妈就连带的消费 就变成一个产业链 妈妈就在那边做眉法 眉甲 也在那边做一些消费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相当有效率 而且最神奇的是 像百货公司都有所谓的美食街 它把整个美食街设计的 就像跟儿童乐园一模一样 这个完全是 如果有逛过台湾的百货公司 台湾百货公司 比较像日系百货公司 日系的就是中间都是座位 旁边绕了一圈 都是一摊一摊的餐位 然后弄得就很干净 很像日本式的风格 可是它那边弄得完全像百货公司 怎么像百货公司呢 它连厕所都卡通化 它连那个小朋友用的小便斗 都做成一个大嘴巴的造型 而且有大门牙 哇 好信小朋友的眼光 然后你要吃的餐桌 都是用火车造型的餐车 让你就觉得 好像就走进时光隧道 到美国西部的世界 或到儿童的卡通乐园一样 所以说那个整个概念 就是这样 这栋百货公司儿童才是主体 妈妈才是其他消费品 所以说它这里面主要贩卖的 两个东西就是儿童消费品 还有大概就三十多岁的 父母亲的会消费的东西 反而常常我们看到一些 青少年消费主力的东西 球鞋店啊 或者说一些青少年的服装啊 潮幅潮梯那个东西 看到相对少 这样子 哇真的是 我觉得台湾跟中国大陆 有很大的差别 像在台湾 我刚刚泰晋所提到的 顶多保育公司 大概一两层楼吧 属于儿童的 可以消费的一些商品 再者 我看过那种小小的溜滑梯 如果妈妈在买东西 帮孩子添沟东西的时候 就小小的溜滑梯 或是小小的 铺个地板 小朋友可以在那边玩耍 但是呢 中国大陆 可以是在北京啊 不过他是在 比较郊区的地方 盖这么大的一个墓啦 你说郊区也不郊区哦 它那个地方也是 新兴的一个发展的 一个商圈就对啊 所以说也算是挺热闹商圈 而且它就在地铁站的旁边 所以说是相当惊人的 而且我看到并不是孤立 另外一个是奥提的 也是一个墓 就奥提中心它墓 可是它那个比较有相关嘛 跟体育有相关这个东西可以理解 可是一个纯粹商场 它居然盖成这样概念 就是用小朋友吸引其他消费购买的一个购买链 而且人家想过百货公司的租金是很贵的 所以说他们愿意像我们台湾很多这种 也是儿童才艺的教室 可是他们儿童才艺的教室 台湾的儿童才艺教室 基本上都外面租嘛 因为便宜 可是他们都愿意在百货公司开 那单脚都不便宜 我也问过跳一次蹦极或开赛车 他们就是这样 20分钟就可能两百块人民币 哇 将近快一千块台地了 对 他们都愿意花这个钱 让小朋友在那边玩 那当然VR的那个东西都有 你可以想象都有 你没办法想象的也都有 那你要在那边跳舞 你要小孩子热门的话 你就学he hop 你要小学中国功夫 有中国功夫教你 对不对 你要培养器词 还有就特别从英国研聘的 有英国证照的芭蕾舞教室 就在那边通通都可以体验 你就让小孩子 就是纯粹在那边玩 他有地方让你跳啊蹦啊 然后攀爬啊 荡秋千啊 干嘛些人都有 反正你就可以想象 我说哇天啊 这就是个儿童乐园嘛 就不要花钱 然后他的中庭 一般话百货公司 都是会有一个很光亮中庭 他中庭的话 一天有好几场 布偶娃娃的说故事 或者说具体的话剧表演 就有现场 然后拥有集满的人 就一天有三场到四场 去拒引人气 所以说这个完全就是focus 就核心就是儿童 哇 所以这个之前 太新到北京去 看到这个专门 以这个幼儿体验为主题 贩卖这种体验商机 然后形成这个产业链 还有一些销售情形 让我们觉得 哇 这个有很多是 我们之前没有想象到的 好 那在下半节目中呢 我们将请太新来我们分析 从这个销售趋势 跟这个模式呢 我们背后有哪些 我们需要去探讨的部分 等我们稍后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先访问这次 随段出发的阳光记者 王伟霆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坦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而台湾有感 也就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播中 从政经情事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丽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北方 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联安居 我们在今天邀请时事评论员杨太新 来跟我们探讨台湾跟中国大陆的 儿童教育跟相关的商机 刚才呢 太新呢 跟我分享 刚从中国大陆回来 那么在北京看到呢 不可思议 这个MOD商机 特别是针对儿童 感觉儿童感兴趣的 在商人的脑筋里头 全部都是商机 但是是这样子吗 因为刚才我们也有 把这个数据告诉听众朋友 就说中国官方数据统计 2017去年 还有跟比较 2016年这个出生人口数 好像还是下降了一些呢 刚才我们看到说 有这么多的儿童可以选择体验 或者说商品的一个购买 但是呢 这就为他们未来主人公所预备的 真的是有人会买单吗 我们也许应该要严肃来看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全民二海的政策 现在一推出来之后 好像是不是在观望呢 或者说中国道路过去 因为一胎化政策 是不是慢慢的 可能要需要一点时间 才有办法接轨到全民二海 让他的人口结构呢 不会出现这样的引诱 太心灵的观察 这个东西很有趣 如果说你上网 你用Google 或者说用百度去搜查一下 你就打关键字 打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商机 幼儿教育市场 你可以看出来 2016报告 2017研究报告 所有研究报告都一片乐观 都认为说二胎化会很大的激励 可是实际上呢 就像刚丽杰讲的这个例子 就是说事实上的数据 事实上是从2016年到2017年 他数据是下降的 从1786万下降到1723万出生人口 那可是事实上 中国的中央的单位 他们的国家位纪委 这个单位他们评估是 全中国目前估计有9000对 是有生育能力的 就在育林阶段的夫妻 然后他们预估在2020年以前 大概人数每年要平均 要生出来2000万个小孩 所以说不足 还不足200多万个小孩 而且还在下降当中 所以说二胎化的状况 事实上是并不理想的 那并不理想代表了说 所谓幼儿商机受挫吗 刚好又很吊诡并没有 因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英雄莫问来实录 事实上幼儿商机是真的在播发的 这有两个大因素 第一个就是过去 中国在幼儿教育上面投资太少了 这一个状况又严重不足 那需求是够大 第二话就是高单价化 因为现在目前在进行 这个部分的大量消费 主要是集中在城市的中产阶级 他们有很严重的焦虑感 他们这个80后的爸爸妈妈 90后的爸爸妈妈 就现在20多岁30多岁爸爸妈妈 他们对于小孩幼儿教育 这块他们格外重视 愿意在这边砸大钱 所以说我们在台湾 可能只是愿意让我们小孩子 送到我们社区的才艺班 去学学一些才艺 他们愿意送到百货公司 去学才艺 你要知道百货公司消费 都永远都高单价性质的消费 所以说这个是台湾跟大陆的差异 就是他们更愿意花大钱 然后找连锁性的品牌的 幼教机构体验机构开发东西 而且不完全是学才艺 台湾主要是集中在学才艺 他们是集中在大量给小孩子 体验各种各种各种 开发各种不同的潜能 开发让他们有不同的游戏经验 甚至他们兴趣的东西 像跳街舞 像玩市区车 像玩蹦骑 跳玩弹簧床这样的东西 纯粹说游乐性质的东西 所以他们在这个 所谓高质量高价化的东西 他们变成消费意愿特别强大 在城市人口 那内在原因 我们待会可以更进步分析 其实你提一下 我觉得台湾的父母亲也是一样 很多人几乎都是砸大钱的 有些人甚至说 我的孩子在学艺钱的时候 花的钱可能要比他上小学 还要花得多 对那好像是念了高中之后 如果你不是念私立的话 相对是花费比较少 这点我必须把我的观察 就是做一些补充 台湾的父母亲也是很敢投资 因为大家都怕 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上 各种才艺都要 更何况台湾现在是多元入学 你学好一些才艺的话 未来对你的升学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加分 当然中国大陆的环境条件 跟台湾还是毕竟不同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梦 开这么多很多体验 集中这个馆 我觉得伤人的头脑是非常灵活的 很能够掌握未来的这种消费趋势 你该在这里让你去消费 很多的消费可能也就被拉进去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 那么在这个部分 你说中国大陆当时不注重幼儿教育 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当中 他虽然是重视教育 可他过去大量的勤费 主要是投资在所谓的高等教育上面 在幼儿教育份 你知道大陆的教育 基本上都是政府机制来管制的 政府来投资的 民办的不多 可是刚好在幼儿教育这块是刚好颠倒过来的 2015年统计出来数据 民办的幼儿园的数据 是占全中国的65% 那你想想看中国是一个国有经济式的国家 大部分你看全部的高校 几乎全都是国办的 他光民办的幼儿园就65% 占掉了大陆的幼儿人口 占掉53% 所以说你就知道 是民办教育的投资是 幼儿教这块基本上是由民间来填补 那可他又管制民间的东西 他政府的投入明显又不足 所以说这块的话 攻击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会出现说 我像是讲幼儿园就体制的教育 不要说非体制的教育 这幼儿园的话攻击不足 所以说变成就是说 在一些大城市 或者说在某些县城 想要进一间像样子的公立幼稚园 比进大学还困难 比考硕士还困难 他们很多学校 甚至要提前一年 就要报名 像北京爆发很严重的 红黄兰这个幼儿园 他就是要提前报名 不提前报名根本报名不了 而且他的收费 事实上是比台湾来的贵更多的 你可以无法想象他们念一个月 比如要缴5500块人民币 整个台币两万多 不过特意你提到这个 跟台湾的情况不一样 台湾的反而是私立的幼儿园 一般人也会蛮想让孩子送到那边去 因为有些纯美语 有些是双语的 他们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像 对可是 其实现在都有双语 不管公立私立都有双语 那可是事实上 台湾也是公立也挤不进去 有一些也必须抽签 也必要抽签 可不会像他们那么紧张 就要提前一年就要报名 才有办法进去 然后他们也更愿意砸钱 事实上在北京 他们念幼儿园 特别念好的幼儿园 有品牌 所谓品牌就有连锁品牌 他们相信连锁品牌 连锁品牌的幼儿园 就是通常要支付 3000多到5000多块钱 不等的每个月不是学费 一个学期学费 是每个月支付 还不算杂费 光学费每个月 就3000多到5000多的 人民币的一个支出 所以说这个费用 是比台湾来的更贵 所以说在大陆 当然在城市里面 当中产阶级的父母亲 他们光这压力是更大 所以说难怪 他们没有意愿 要生第二胎了 可是他们不愿意 他们生了一胎以后 他们会很愿意吧 所有的经费 扩大额度去支出 去让他们学更好东西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从 二线县城 或者说乡下 然后翻身到大城市来 他们很害怕 他们一不小心 又翻身翻下去了 他们对于阶级流动 会不会往下流动 那个焦虑感 是比台湾更强烈的 台湾没有很强烈 阶级流动的焦虑感 他们很害怕的说 一不小心又流到中下阶层去 他们不容易拼搏到一定的位置 所以他们一样都不愿意让小孩输在起跑点 他们更不愿意让他们小孩输在起跑点 而且他们父母亲攀比的状况更严重 所以他们攀比到就说 你的小孩有学什么 我的小孩就学什么 所以说我的朋友小孩 一个礼拜上六天课 幼儿园上完以后 还去上六个班 才一班 每天晚上都有班 每天晚上九点才回到家 然后他小孩只值学零钱而已 是 太新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发展 你也刚刚帮我们介绍了说 像他们对于生第二孩的话 他们觉得压力会过大 愿意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在第一代上面 那你怎么样看未来 这个幼儿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一些发展的趋势 那这个状况它有怎么样 又反映出什么问题 所以错有错着 大家大力投资的结果 结果说不是普遍性的都好 像可能说有些幼儿的东西的话 可能说尿布的产业会不会更好 奶粉产业会不会更好 不见得会更好 可是事实上有些高单价的这种东西体验 教儿童滑雪学肢体学色彩教育这种东西 这种走高单价 特别是大型的连锁品牌 他们都很有机会可以赚到大额利润 像这次发生 这次很严重的虐童的性侵弊案的 那所谓的红黄蓝这家公司 就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幼教机构 它在全中国有1800间分店 那价格是说很高 说5500块 每个月说5500块人民币的学费 结果照样爆发这个也这么严重的弊案 所以整个中国而言 幼教努力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 台湾也不够成熟 可是他们相对而言比台湾更不成熟 台湾有些幼教业者也已经前往中国大陆去发展了 不过最后要请教台湾就是说 从刚才我们提到的 像北京这家幼儿园 事实上也在这起事件爆发之后 那么也陆陆续续有一些相关报道 就是说在大陆其他的各省份 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我不晓得如果从这产业的经营 或是教育的方式或专业度来看 你觉得中国大陆从这起事件当中 我们看到它可能有哪些问题是浮现出来 那这起事件可能被检视之后 对中国大陆在幼教的教育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会给他们一些改进 或是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这个事件的话 我们应该摆在两岸的脉络上面来看 像这种学校发生所谓虐童的 或虐待学生事件 各个国家都不发前例 台湾也有 不过台湾都发生在边缘性质学校 类似龙亚学校或者起制学校 边缘弱势的学校 那大陆这次发生在是最高单价的幼儿园 连锁品牌幼儿园 所以说这次大陆人的愤怒是什么 哪个部分的 哪个阶层的愤怒 是中产阶层的愤怒 说我都已经花这么多钱 我还买不到一个安心 你们叫我们人民该怎么办 所以说这是整个集体起来反弹 是整个中国的中产阶级起来的反弹 他们就说怎么个办 我们都缴这么多钱了 那他们念那么贵都还出事情 那我念比较便宜的 会不会也出事情了 他们完全对于他们的 这个所谓连锁品牌 过量相信 这个第一品牌连锁品牌 上市的红黄蓝是好的 可是现在这也不值得新来 那未来该怎么办 他们惶惶不可终之 而这个信息化在中国 又被压下去 并没有进行所谓全面性的检讨 所以说这个部分 事实上是呈现中国的问题 比台湾严重很多 那这个东西事实上 我相对而言 我认为中国有更漫长的路要走 是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是访问了时事评论杨太新 针对两岸目前呢 都积极致力提高生育率 但是也面临到不少的难题 那如何解决呢 还带动相关的一些商机 我们非常谢谢太新呢 为我们提供他的观察和建议 非常谢谢太新接种访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您的观察和建议